Hello 大家好 上次我和大家去了馬市州 今次我和大家來到大美督 看過去馬市州 和還會看船灣淡水湖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在大埔虛火車站 坐上大美督總站的小巴 不用半小時就來到大美督了 下車後走到海邊 就會見到有兩個小碼頭 在這裡看出去就是小船系撲柱 走去T8導航燈碼頭 看去右邊 除了見到另外那個碼頭之外 還可以見到白仙嶺 而在白仙嶺的西邊 我們就可以見到有個觀音 那裡就是池山寺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上次我們去馬市州的時候 都看過這裡的海圖 但今次我們再看的時候 我發現有個地方不同了 現在螢幕顯示了 左邊那張就是上次看過的海圖 而右邊這一張就是今次看的海圖 不知道大家又找不找到 有哪個地方不同了呢? 現在我就給3秒時間給大家找一下 沒錯了 就是在沙蘭外邊 多了一堆粉紅色的東西 那現在我就放大給大家看看 這些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見到這一堆 類似三角形的符號 它們就是代表黃色追形浮標的意思 而在去旁邊寫了 FI 庫胡30 Y60S 就是代表它們在夜晚會發出 黃色的閃光 以六十要一周期的閃法 閃三十次 不是呀 這些不是黃色浮標 是鴨仔船來的 我們先說回黃色浮標 到底這十個黃色浮標 是何時出現和做些什麼呢? 為了找到答案 我們就來到海事處的網站 打開2022年海事處報告的頁面 就會見到第246條寫了 旋彎海的 糾翹海床上面 整了十個黃色浮標 點進去 網頁裡面寫得很清楚 這十個浮標的位置 還有它們的類型 形狀 顏色 燈質 燈色 和在它們上面寫了 糾翹海床的字 而它們的作用 就是為了提示附近的船隻 要小心駕駛 小心糾翹海床 最好和這堆浮標保持距離 再提提大家 這些公眾碼頭 是不可以讓任何船隻停泊 只是可以讓乘客上落 沿著海邊向東行 我們就可以見到政府的大美督水上活動中心 進去裡面上二樓 就可以見到整個船灣海的全景 真是心抗神 而在這裡我們還可以見到一個風兜 透過風兜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知道風在哪裡吹過來 和有幾大風 對於玩水上活動中心的人士來說 風的信息是很重要的 離開水上活動中心之後 我們就繼續向前走 在船灣海那邊 我們就見到又玩風帆 或者滑浪風帆的師兄 而在另一邊 我們就可以見到船灣淡水湖水塘 走這條水塘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地上有些數字顯示了距離 譬如說 100即是100米 800即是800米 1600即是1600米 又見到有人玩Wingsurfing 來到水壩的中間 望去游台的位置 我們就見到有一隻船 拍了在游台那裡 不知道是不是在抽油呢 我們經常說 站在那個地方 就看不到那個地方 現在我們就站在這裏 看回我們上次行過的馬士州 走到霸尾 原來是一個迴旋柱 當我們走回頭的時候 就開始起風 大家可以看到在水塘这边起了白头浪 看到这些白头浪 也就是说最少有三级风 离开水坝之后 我们就向西行 不用一会儿我们就来到龙尾灯了 大家见不见到海面上有堆黑影? 那里很明显就是镇峰的位置 又见到一个导航灯塔 这个灯塔是489号 现在天气开始热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和家人来这里逛逛呢? 今天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条影片 还有别忘记帮我按赞、分享、订阅 还有点铃铛的小铃铛 多谢大家支持 下次短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